快來啦!快去跳跳啦! 快快去跳跳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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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世界裏面 有許多個快樂 你去遊玩 你長的小路 就像快樂天池 左手美好 我们时光 请在骑车板 在骑小板 骑车板 是最具活力的小宝贝 谁是最快乐的小宝贝 敬请收看骑车板 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笔拼 新鸡狗人 宝贝乐团圈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骑车板 健康宝宝大笔拼 的特别现场 我是小朋友们的 月亮姐 那我相信 每一个父母 当你们有了 自己孩子的时候 我们运气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因为孩子来到了我们身边 会带给我们无比的幸 和快乐 当他们学会了爬 当他们学会了走 当他们学会了跑 每一个瞬间 都会给我们留下 最难忘的影响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 这些小宝宝们呢 他们已经开始能够行走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游戏呢 都是围绕宝宝的行走游戏 当然行走对一个孩子来说 不是关重要的 因为他可以通过他们的手 他们的腿 他们的脚 来认知这个未知的世界 那爸爸妈妈 怎么能做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呢 当然 就是来参加我们 青小短的亲子游戏了 如同说了 马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24个可爱的 小宝宝们 欢迎欢迎 今天又有24位可爱的小宝宝 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做课 今天我们这些小宝宝呢 都是15到17个月 左右大小的宝宝们 那他们一共是24位宝宝 被分成了四组 每组呢 有六个可爱的小宝宝们 一起来认识一下 站在我身旁的第一队呢 就是我们的小蜜蜂队 欢迎你们的宝宝 谢谢你们 来我们认识一下 第二组的小宝宝们 他们是瓢虫宝宝们 欢迎你们 接下来我们认识的是 第三组团赛的小宝宝们 他们是小斑马宝宝 欢迎你们 好嘞 欢迎各位最后一组宝宝 我们来看看 哎呀身着鲜艳服装的 小西瓜宝宝们 欢迎你们 那说到这个西瓜呀 我们这游戏还真跟西瓜有关系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 就叫做宝宝与西瓜 我们第一轮宝宝运西瓜的游戏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通过我们这一轮的比赛呢 将会有12个宝宝 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在第一轮的比赛呢 我们一共分成四组 首先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一组 小蜜蜂宝宝们欢迎你们 比赛规则是这样的 每一次宝宝运送的 这个小推车里面的西瓜呢 要至少有一个大西瓜 最多是两个 然后要放五个小西瓜 那宝宝要从妈妈那边出发 把西瓜运给爸爸 我们要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哪个宝宝运送的西瓜最多 哪个宝宝就是最能干的 小蜜蜂宝宝了 好了准备好 准备开始 一号宝宝好棒啊 注意注意点 先跳起来 如果宝宝完成的这个次数多的话呢 我们也都会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啊 好 五号宝宝也很棒 一号宝宝调整方向 小爸爸 运给爸爸 这运给五号宝宝可以 一号宝宝一直在好 我在这儿的 哎呦小新 别上车了 上车了 狗狗是运送最快的到治病为止 他就跟之前还有人家 还没有找到爸爸 哎呦 五号宝宝 快 给爸爸 先不拿 先不拿 找爸爸把车车推给爸爸 先放宝宝 找爸爸 爸爸呢 快去找爸爸 快到那儿吧 小爸爸在这儿呢 看 他找 到爸爸那儿去 站起来宝宝 站起来运给爸爸 快 已经成功了 再去 小爸爸 宝宝可以直接坐过去 容易吗 好 现在运小车的运的 是一种混乱 其实这个宝宝能够走 就不容易了 然后就去小车呢 因为小车有轮子 所以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还特别特别锻炼 小朋友的这个平衡能力 包括他们对路线的这个 小车的这个控制能力 感应能力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 好 现在三号宝宝是直接把西瓜 运给大巴了 不要小车了 好 一号宝宝真厉害 又要给爸爸运了 只不过一号宝宝对于这个路线呢 经常看骨头啊 好的 哎呀 很遗憾 时间到了 好了 第一组的比赛呢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组小宝宝们的表现 宝宝运西瓜 第二组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参加第二组比赛的是 六个可爱的瓢虫宝宝 欢迎你们 哈哈哈哈 准备好 准备 开始 每次可以将一个大西瓜 五个小西瓜啊 哇一号宝宝好厉害呀 再来看看一号爸爸也特别有意思 怎么还往后跪呀 啊一号宝宝非常的顺利啊 尤其这一号爸爸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青蛙爸爸 容易吗 好嘞 好 五号宝宝很聪明 好的 胜利在那 胜利在那 今年快找爸爸 好嘞 成功 算成功 好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 呃 一岁多左右的这个宝宝来说呢 并不容易 因为这个小兵车的平衡 的确是非常难角落的 所以呢 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把西瓜呢 顺利的 运过来就已经很棒了 因为这个游戏呢 小朋友呢 在掌握游戏规则的内容上面呢 他们还是呃 存在于是困难的 因为他们一定年纪太小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呢 会在运出的过程当中呢 注意力会随时被转移 比如说呃 宝宝会被其他爸爸手里的玩具所吸引 基本上把小车都扔在路边不管了 还有呢 拿到吃的时候呢 基本上注意力就在吃的上面了 灰这个方向不敢要掌握呢 小朋友变成了拉这个小车车 但是仍然会发现 这平衡上面会出一些问题 但这个过程当中呢 爸爸和妈妈 就看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三号条线宝宝 竟然准备把一个笔记本电脑 要是给妈妈 要把笔板电脑又给妈妈吗 好的 时间到 好了 我都说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组宝宝们的表现吧 第一轮宝宝运西瓜的比赛呢 马上进行的是第三组的比赛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六位小斑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准备好 准备好 这个游戏呢 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们这个小斑 这个平衡小哥 我怎么会想过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用好小爸爸的 这种造型 哎呀小心小心小心啊 好的 这场啊爸爸都拿着好吃的玩具 算得逗我们的宝宝 你的宝宝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直接过来你就不给我玩呢 小朋友就平衡能力的 你慢慢地得到锻炼 然后小朋友会到爸爸的身边 爸爸会特别耐心地告诉他们 说你们要把车运到爸爸这边来 其实爸爸给孩子一个非常正确的口令 也是帮助小朋友们的一种成长 不断增强他们的这个灵解的能力 哎呀有的小朋友 一直趴在我们的小店的中间 拿着小西瓜在玩了 怎么也不肯推这小车车 哎六号宝宝很聪明 现在开始返回了 慢一点 六号宝宝已经把别人的车推走了 是吧 六号宝宝是很另外一样 小车车有西瓜的小车车 有的小朋友呢都不太变合了 他们直接最吸引他们的是西瓜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的小朋友站在我们的店中间望着爸爸 一脸无解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你们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组 也就是第四组宝宝们的表现吧 宝宝用西瓜 第四组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六个可爱的西瓜宝宝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你脚飞去了别着急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开始啊 开始 好宝宝加油 这小朋友应该都不错啊 快搅爸爸 快搅爸爸 直接玩西瓜了 可以看到五号宝宝把助理的西瓜都放到了二号宝宝的小车里 然后还在这边放 快搅爸爸 快搅爸爸 好 好 快去找爸爸 慢点 慢点 来 去找车车宝宝 去找车车 你的车呢 好 再拐个弯就到了 宝宝来 给爸爸 追过去 宝宝推 宝宝推 宝宝推过去 对 给给爸爸 对了 好嘞 哎呀 真不容易啊 去吧 好 六号宝宝现在非常顺利的返回了 那这个游戏当中的小朋友们呢 呃 可以看到六号宝宝再次出发了 又非常的快 六号宝宝又要把这个小西瓜运给爸爸了 加油 这垫子垫子有点不平 好 太棒了 加油 好 好 宝宝加油 去找爸爸宝宝 你的小车呢 好的 来 时间到 好了 第一轮宝宝硬出发的比赛已全部结束了 我们看看究竟有哪十二位宝宝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呢 进入到第二轮比赛的是蜜蜂队的一号宝宝果果 蜜蜂队的二号宝宝又又 蜜蜂队的五号宝宝咪咪 小虫队的一号宝宝佳玄 小虫队的四号宝宝咪咪 小虫队的五号宝宝念念 小虫队的六号宝宝晨 斑马队的六号宝宝杨阳 西瓜队的一号宝宝糖豆 西瓜队的二号宝宝懒儿 西瓜队的五号宝宝壮壮 西瓜队的六号宝宝纯 祝赞你们 西瓜队的五号宝宝宝 我爱情小贩 第二轮宝宝阅障碍的游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参加第二轮比赛的呢 一共有12个宝宝 他们被分成了四组 每组三个宝宝参加游戏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一组的三个可爱的小宝宝们 他们是一号小米虫宝宝 一号小桥虫宝宝 还有一号小西瓜宝宝 那当我们说开始的时候呢 宝宝们先要越过障碍小桥 然后走过软电障碍 再越过小桥到爸爸身边 再从爸爸身边折返回去 原路返回啊 我们要看谁最先完成动作 我们要有一个计时 我们要看排在前六位的宝宝会是谁 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第三轮的比赛 好了宝宝有点迫不及待了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我都是一号宝宝啊 好的 那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小宝宝可以锻炼他们的身体的协调性 走在软软的垫子上呢 让他们感受到下肢的这种力量 同时呢 走上我们的小桥 小坡呢 也可以锻炼宝身体的协调性 啊 好棒啊 小西瓜宝宝也回来到爸爸身边了 小瓢宝宝觉得躺在地下好舒服啊 他不肯走了 好嘞 去找妈妈 哎呦慢一点 在这个软垫上呢 小朋友的手脚的感知能力呢 也会得到很好的一种锻炼 然后他们要走上小桥 好第一名 是我们的小西瓜 这个小小桥宝宝呢 怎么也不到爸爸身边了 虽然爸爸手里拿了两个手 哇 还不停地斗宝宝 你要给爸爸运送一个手机啊 你好了不起啊 哎呀 好的 小桥宝宝 快来 他才感受这个软软的地垫的感觉 哎 好嘞 快看爸爸 好的 小西瓜又一次绝反成功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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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放心 在这个赛道 可以看到小西瓜宝宝 像一个充满能量的小宝宝 啊 来回绝反 还拿着妈妈的手机 也挺多高兴的 然后他们也体会着 在软垫上走路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时间到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宝宝们的表现 来 第二组小朋友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赶紧认识一下他们 他们是可爱的二号小明星宝宝 四号小桥虫宝宝 二号小西瓜宝宝 宝宝们仍然要越过障碍 越过软垫 然后到爸爸身边再折返回去 我们会有一个计时 预备 开始 请看到爸爸手里 拿着这个 拿着玩具 还有拿着照相机了 吸引着宝宝 我们可以看到二号小西瓜宝宝最快 但是 要注意啊 往前走 四号宝宝加油 小嫖虫加油 好嘞 事情又很快的速度呢 就已经登上了我们第二个障碍小桥 接下来呢 他就要返回了 准备 上小桥找爸爸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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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宝宝上小桥找爸爸 好嘞 吸吸在折返的途中呢 他看来比较喜欢我们的障碍小桥 所以呢 四号小嫖虫宝宝呢 又一次登上了另外一座小桥 好 小西瓜宝宝现在开始折返了 他走过我们的小软垫 好 二号宝宝已经非常顺利的 到了妈妈的身边 小西瓜宝宝很棒 接下来是他第二次 往爸爸身边 一起努力了 要有过障碍 四号的这个小桥中宝宝呢 对小桥特别感兴趣 已经走过了无数座小桥了 还挡住了小蜜蜂宝宝的这个路 他又对这个小桥比较感兴趣 他们都是在 世界的一种认知 不断地踩着小小的 软软的小电子 星星快回去快找妈妈 太好了 星星开始折返了 非常好 小软垫可以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认知 他们会感受到脚底下不一样的感觉 踩着软垫呢也会让宝宝体会到下肢的这种力量 二号小蜜蜂宝宝宝现在也要开始惹反了 爸爸妈妈一直在喊他们的名字 好 走上小地点加油 加油 加油 小蜜蜂宝宝加油 他喜欢在软垫子上的感觉 小蜜蜂宝宝呢也是 明明都已经走到最后的小桥上了 他又回来走小软垫了 看来小朋友们喜欢我们的小软垫子 会让他们回到海上有不同的感觉 二号宝宝又要求反了 星高宝宝好厉害呀 好了 十级到了 你可以看到有的宝宝已经趴在地上了 他们的确特别喜欢我们这个软软的小垫子 而且也在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呢 我们也不难发现 他喜欢上小桥 他就一遍一遍在玩 他喜欢踩小软垫子 他们就一遍一遍的在踩 好了 我都说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小朋友的表现 第三组宝宝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们分别是可爱的 五号蜜蜂宝宝 五号条红宝宝 五号出鼻子的西瓜宝宝 来准备好 预备 开始 上小桥了 来宝宝们过小桥 过小桥 踩软垫小爸爸 这五号小丁和宝宝不相仅限 他对那个小脚丫呢 不断地探索着这个楼梯和台尖的感觉 好 哇 我们小西瓜宝宝不睡快了 马上已经找到了爸爸 好 爸爸要给他掉头 久返回来 好 小西瓜要去找娜娜了 哎呦 宝宝啊 小妈妈 小妈妈 朋友玩小桥了 谢谢小朋友啊 会对很多很多的事物 新鲜的事物特别感兴趣 而且他们可以一遍一遍的层次 好 新鲜的孩子就是特别的 你是小妈妈 你是小妈妈 哎呦 好 然后我们靠小桥要开始九反了 去找妈妈 希望宝宝找妈妈 海软垫 好 折返成功 马上就要成功了 要过小桥 要过小桥 一一一一 一一看帽子 爸爸那有帽子 看你找爸爸 看那儿呢 那儿呢 一一看去 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啊 注意力的吸引呢 还要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判断哈 他有时候基本上不听我们的口令 好嘞 过小桥 只要过你就算过啊 就是某一个阶段 他会对帽子感兴趣 过了他这个兴趣点之后 再拿帽子 他就对他没有吸引力了 这就是肌肉而后的课点 他的注意力会随时再进行一个变化哈 好 你可以折返找小妈妈 折返找妈妈 好了 时间到 谢谢小朋友们 他们仍然喜欢过小桥的 再让他们继续玩一会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出最后一组小朋友 第四组小朋友了 宝宝越障碍第四组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赶紧认识一下三位可爱的宝宝 六号西瓜宝宝 六号小丑宝宝 六号小妈妈宝宝 哎呀 小虫宝宝已经不肯在妈妈怀里了啊 因为他想马上进入到比赛里面 赶紧 预备 开始 好 宝宝首先要越过我们的障碍小桥 然后呢 要踩过我们的小软垫 对 快叫爸爸去 好 慢一点 看到我们的六号小西瓜宝宝很快的速度哈 现在已经可以上小桥了 太厉害了 六号小斑马宝宝快去找爸爸 爸爸手里有好喝的东西 应该是 但是可以 可以让他折反了 没关系 好 六号小斑马 现在已经走上了小软垫 在软垫上面呢 其实更能够让小朋友们感知到他们下肢的这个力量 而且呢 也要锻炼他们的平衡能力 我们发现 小斑马宝宝呢 现在是采取了一个爬行的一个姿势哈 返回到妈妈的身边 因为他发现踩到软垫上不容易把这个平衡掌握好 我们可以看到小西瓜现在也折反了 非常好 妈妈给他口令 好的 也成功了 小斑马 小斑马折反成功 好的 小西瓜 小西瓜回到妈妈身边了 接下来就小瓢虫了 小瓢虫非常享受小软垫带给他的感觉 所以他一直踩在小软垫上 他正在一起 然后我们小斑马呢 现在还是喜欢的这个爬行的这个姿势 然后小瓢虫宝宝那是尽情的爬呀踩呀 总觉得他很喜欢我们的小软垫 你要去哪儿啊 爸爸在那儿呢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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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爸爸 小条虫小爸爸 爸爸在那呢 去找爸爸 我帮你找爸爸 好不好 去找爸爸好不好 快站起来 站起来找爸爸 对快找爸爸去 快找爸爸去 加油 好小条虫宝宝 参举了爬行的姿势 爬到那边算你 算你成功折返 快去找妈妈 还有时间 谢谢小妈妈去吧 去吧去找妈妈 好了 时间到 时间到了 哎呀我们小瓢虫 就是喜欢我们的小软垫 一遍一遍地走 然后我们这小妈妈宝宝呢 已经来回折返了很多次了 表现得特别的好 小西瓜宝宝手里 反正有那个他爱喝的饮料 所以爸爸妈妈让他干什么 他都很听话 看来爸爸妈妈要想让宝宝呢 完全的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也得出奇招和妙招哈 爸爸和妈妈们 你们也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通过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之后 究竟有哪六位宝宝 排在了前六名呢 进入到第三轮比赛的是 小虫队的五号宝宝念念 三马队的六号宝宝羊涼 西瓜队的一号宝宝糖豆 西瓜队的二号宝宝碗儿 西瓜队的五号宝宝壮壮 西瓜队的六号宝宝 祝福你们 我爱情小贩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的小宝宝 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的游戏更精彩 西子总动员 宝贝乐欢天 爬爬爬 看谁爬得好 走走走 看谁走得快 二百四十名 七到二十个月的小宝宝 正要在奇巧版的游戏中 展示他们的风采 谁是最具活力的小宝贝 谁是最快乐的小宝贝 敬请收看 奇巧版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比拼 第三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三轮的比赛是宝宝运球 进入到这个比赛的呢 一共有六个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被分成了两组 每组有三位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第一组的三个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是一号西瓜宝宝 五号条虫宝宝 二号西瓜宝宝 自己还知道招手呢 真棒 宝宝运球这个游戏啊 就是宝宝要从妈妈的身边 就是起点出发 运着小球 运给爸爸 然后从爸爸这边开始折反的时候呢 要用一个更大的球 再运回给妈妈 我们会对每个宝宝呢 进行一个计时 我们要看看谁会成为 我们今天的灌压计真 马上就要产生了 预备 开始 宝宝先要运小球 啊 真好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推上那小朋友的小手的这个扑上能力 啊 就是呢 宝宝 你的任务是运球 运球 推着小球 推小球 运给你的爸爸不停在拍着球 非常的棒啊 来来 推手找爸爸 推手 快找爸爸 推手找爸爸 对了 快去 好 好嘞 来 快换成大球 换大球 换大球 哎 哎 对 游戏的比赛的这个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宝宝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能够成长 他们能够感知这个球的弹力 和他们小手这个护摸的感觉 同时呢 在整个预球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锻炼他们的这个平衡能力 现在两个西卡宝宝 推了已经同一个大球 给妈妈 给妈妈 宝宝 给妈妈往这边推 这边推 哎 好 推回去吧 推回去 两个宝宝一起推 我们也做 小条中 小爸爸 爸爸在那儿呢 你找爸爸 宝宝 这球球在这儿呢 这球球 这球球 这球球给妈妈 哎 帽子给我 放哪儿呢 去吧 这球给妈妈 啊 这球给妈妈 这球给妈妈 他要骂我 就不要球 哈哈 哈哈 好 宝宝加油 好 哎呀 一波来的时候 也真棒 鸡板 折板 都已经完成了吧 好了 时间到 第一组的比赛 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宝宝现在运球呢 运的是越来越好了 说明在不断的 学习过程当中呢 宝宝都会能 都会成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一组 小朋友们的表现吧 好 第二组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三位可爱的小宝宝 他们是我们的小西瓜宝宝 六号西瓜宝宝 六号小斑马宝宝 五号小西瓜宝宝 准备好 计时开始 宝宝可以推球了 啊 推球好开心啊 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宝宝可以感受到球是圆的 是有弹性的 宝宝 这两个宝宝 直接就把这球给换了 好 篮球也可以 来给爸爸 爸爸在哪呢 对 来 黑球 黑球给爸爸 爸爸在那边呢 快找爸爸去 快找爸爸 快 快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西瓜宝宝 最先已经运给了爸爸 现在他要推个更大的球 运回给妈妈 好 宝宝加油 开始就好咯 快去找妈妈 快找妈妈 宝宝快找妈妈 快去找妈妈 哇 好棒啊 这个运球的过程呢 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开心哈 总的这个球不断的往前走 而且因为这个球呢 是有弹性的 是虫气的 所以宝宝 对这个球呢 会非常的安全 好嘞 我们已经选法成功了 接下来的小西瓜宝宝加油了 好棒 哎呦 宝贝啊 对 来 黑球 黑球给爸爸 爸爸在那边呢 快找爸爸去 快找爸爸 快去快去 哎呀 小朋友高兴的 快来 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最后这一组的这三个宝宝呢 呃 基本上这个 飞球的能力啊 都差不多 而且的小鞋子都能够发出这么多的这个声音 好 新鞭蛋 究竟这个黄球属于谁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赢人一个球啊 继续推球啊 好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马上就要给小朋友们发奖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六个宝宝他们的排名情况吧 获得今天第一名活力宝宝称号的是 斑马队的六号宝宝杨阳 获得快乐宝宝称号的是 西瓜队的六号宝宝横毅 西瓜队的五号宝宝壮壮 小熊队的五号宝宝面面 获得健康宝宝称号的是 西瓜队的一号宝宝糖豆 西瓜队的二号宝宝晚儿 祝贺你们 l important 因为这个宝宝的 zodiac是 词贺义 就是 把入匝宝院得也即将 决定这位宝宝宝宝直ículos 那这样吧 我们有请爸爸来说说获奖感言 那个宝宝今天特别棒 像个小运动员一样 以后要好好培养培养 爸爸的体育这方面是不是也有特长 挺好 那妈妈呢 还行 我看着爸妈妈都戴着眼镜 感觉你们都是这个文科特别好 没想到我们宝宝这个体育也特别的棒 我们这个文理包括德制体美 咱们全面发展 好 接下来公布一下 亚军 亚军不要哭 亚军就是你 就是你 我们的六号西瓜宝宝 叫我们留下这个难忘的顺便吧 这个亚军的宝宝获奖感言就是他的哭声 好可爱 好了 你是我们今天的快乐宝宝 咱们得快乐着 好 那冰冽第三名也就是我们 寄军的是我们的五号条冲宝宝 和五号西瓜宝宝 都是我们今天的快乐宝宝 祝贺你们 好 同时我们剩下的两个西瓜宝宝呢 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宝宝 也祝贺你们 同样都会得到我们的礼物和小小财 那我相信看家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爸爸妈妈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啊 很开心 很开心 我们得问问爸爸累不累啊 还好 还好 每次到宝宝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爸爸是满头大汗 真的很不容易 养孩子真的是挺辛苦的 有了孩子之后呢 我们就会知道可怜天下父母心 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 能够伴随你们的孩子 幸福快乐的成长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都来到我们的七条板里做客 下一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健康宝宝大比拼